香港是世界供应的国际城市 先进而繁荣 但是在璀璨繁华的背后 就有一班人 他们会在社会的低下层 既享受不到繁荣的成果 更逐渐被社会大众所遗忘 有一班有心人 他们不怕辛苦、不怕骚髒 不分昼夜 四出访沉这些被遗忘 被离弃和被歧视的弱势社群 为的就是要向这一班 最小的兄弟姐妹 送上爱和关怀 他们是姓云先义工队 因为香港社会贫富懸殊很重要 其实在社会上有很多需要关心的人 被遗忘的人 我们是平时见不得到的 所以我们忽发其上 希望可以联合到不同的人 或者不同的团体 一起去关心被遗忘的人 就是希望用一个弹性的方法 很快速地回应得到 香港药社社群的那种需要 我们学耶稣 99年人放下来 找另外遗失了那种精神 因为我们是生活圣贤的 我们将我们生活这一份 希望透过接触 就是我们大家联系一起工作的关系 我们一起去接触的时候 令到他们会明白得到 天主教信仰价值是什么 圣纹仙义工队 秉承着圣纹仙精神 不分宗教、种族、性别和年龄 向药细社群伸出援手 利用有限的物质 减轻他们的痛苦 传递关外 我们去面对一些受苦的人的时间 我们不是用一个高高在上的眼光 去看着他们 我们其实是用一个平等的眼光 我们所得到的东西 全部都是天主八百恩赐给我们 所以我们都要八百地分撕出去 我们在一个传递者 是将这些物资天主交在我们手上 我们给他们 基层的朋友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遇上了很多困难 因为他感觉到没有希望 而令到他们的自我价值很低 我们做的工作就是 要帮他们提升自我价值 令到他们有一个尊严的生活 要让药药的基层感受到别人的关怀 最好的方法就是走到他们的中间 提供物质之余更会虚寒问暖 方济国的地牙里头 我先去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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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港人口老化情况严重 统计处数字显示 65岁以上的长者 有超过94万人 独居长者和二老家庭越来越多 本港有近12万独居长者 只是和配偶居住的二老家庭 有十五万二千个 圣文仙义工队 定期上门探访长者 提供适切的协助 更重要的是 和他们建立互信的关系 今天 义工队 联同潘于会所 华人小学的学生和家长 一起探访独居长者 将主基督的爱带给他们 因为第一次探访 有点害羞 但是觉得他们很喜欢说笑 我觉得很开心 越说越不觉得害羞 然后还想多留一会儿 他们都很热情 一进到门口 就立刻很招呼我们 直接就出来等我们 看到他们平日应该很孤单 没什么有这样的机会 还有见到跟他们聊天 说一些事 他都很开心 而且都觉得很有意义 都看到那些公公婆婆 这么开心 自己都觉得很开心 下一次可能会主动 去主动开些话题 突然如果见到多些独居长者 例如做乙工 看看他们 我都可以跟他们有多些话题 知道我应该如何面对他们 还有不应该说些什么 声民先义工队 时时走到毛家姐聚居的街头桥底 今天 义工队联同天主教领导学校的学生 和家长 一起去到深水埗 透过和毛家姐分享面包 饮品和物资 作为沟通的桥梁 传递关外 这个可以明天做早餐 谢谢 谢谢 带了一份好业情的爱心 我觉得他们都很开心 因为他们都很主动 跟我们拍照 聊天 其实主要是想带小朋友来 让他们认识一下毛家姐 其实他们的生活环境 真的很恶劣 相对比起他们 现在的小朋友 确实真的很幸福 他们真的 平时吃饭会吃剩 想透过学校办这个活动 让他们知道 珍惜食物 珍惜和家长相处 一般人对毛家姐的印象是 没有职业 吸毒 濫药 精神有问题等等 但实际上 他们很多是因为社会 和家庭人制等问题 而无奈露宿 根据社福界的估计 本港露宿者 大约有1200多人 当中平均露宿3.9年 而最长的竟然是36年 大多数是因为 没办法负担高昂的租金而露宿 有没有不舒服 有没有不舒服 你住过香港 你都不去那里 去那里 进教之后 医院的 幸福 她不止 她真的非常辛苦 她是没有帮你 你相信她 跟他们祈祷 因为可以帮他们 平时我们生活很富庶 没有机会可以接触 真的很辛苦的人 又是慈悲年 有什么行动 就想想 学下有这个通告 我很开心就和孩子一起来 可以用自己的微小力量 来关怀很多人 所以很有意义 我看到小朋友 在刚才的过程中 都是很开心的 而且会不停地 跟她妈妈说话 她很少来找我们的老师 她们跟妈妈说 不如我们去派给这个 那个还差些什么 她很用心地感受一下 到底她们真的欠了些什么 因为整份餐有很多东西 她们的小朋友真的很硬 她们真的欠了个橙 我看到她们细心了 而且之后的分享 她们真的要珍惜食物 要珍惜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我想亲身的经历 比起你看这100本书 都会耐得深 多年收到最后的传统 这个比起 每天就这样 只能够悉到 做一些慎健康的 香港的野生 以外的旅行 全部都要在一起 张女生 都要好 让她们今天 都要好 毅 decennate 特别带同两个居港的印度穆斯林家庭 远赴元朗参与 很多帮助人 所以我们正在做一些小事 帮助他们 因为他们是逃亡 他们逃亡 我们也需要帮助人物 其实很开心 可以把少数作业 带回到社区里面 因为很多时候 他们未必跟社区 会有这么多连接 除了在家里 将他们带到元朗区 他们从葵冲来到元朗 其实他们都很努力 很辛苦 搭了整个小时 爱心饭局 志在让本地 校内、校外人士 与难民亲身接触 减少误解 消除歧视 宣扬合一共融 参加者 全部都是他们 跟进探访的 少数族裔家庭 包括斯里兰卡 埃及 非洲 巴基斯坦 印度 印尼 菲律宾等等 大会为难民准备礼物包 更设置自由市场 摆放由郊友或厂商捐赠的书本 玩具、衣物等 供有需要人士自行选取 让他们可以有尊严地选择 在聚会中 香港人和少数族裔难民 一起享用午餐 来自世界不同国内的大人 谈谈交流 小朋友就一起玩 体现了合一共融 这些团队是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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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 中间我们的关系 在家庭上的关系 都会紧密了 而这个紧密是透过 我们在活动上去接触一些基层的人士 然后大家会多了解 有一个平安开心的感觉 有时候教育小朋友 你做给他看 没有一个讲字 这让他从小到大 我觉得我和太太 是一个以身体力行的教育方式 我觉得自己很幸福 尤其是我们两个一起去做 业工时会和太太一起 我们两个一起的时间会去见到他们 亦都是比起我们自己 其实我们还可以 我们自己还有爱可以给予人 而不是 有时候我们给出去的东西 不就只有讲字 我们夫妇的关系其实也有得了 有时候我们会做完服务之后 回家讨论一下 今次的服务有些什么 有时候也会有点争论 你不要这么说 别人会觉得可能不太好 或者他又会告诉我 你不要这样 真的会有很多增进的感情 我们经常做出去的仪工 在那一刻不是只给产品 或者给产品那么简单 而是我们给产品一个关怀 差很远的 还有有时候见外婆 和我们聊天 他们笑回来 很多次很开心 可以让我整个礼拜都很高兴 是的 姓云仙义工队 由最初三两好友即兴组织义工行动 到现在有二百多位义工随时候命 因应不同的需要举办行动 帮助不同的人 队长David表示 绝对不是义工队的功劳 原来幕后有最强大的后盾 其实很神奇的 整件事都是圣神带领的 其实好像雪球那样 在一个同行者慢慢 可能最初只有两三个而已 当他们知道 有些方法可以联系得到 服务得到这些社会上 有些人士的时候 慢慢一传十传传八 然后他们像滚雪球的效应那样 慢慢地吸起来 人是天主想创造的 他都会有一个善心的 因为天主就是爱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只不过将人的爱发挥出来 当你人的爱发挥出来 其实天国就在这儿 他們可能会 别发挥出来 甚至是戏